好 再来我们针对另外这一组一键 一样我在我的环境里面继续create一个 Rectangle 然后我们把它convert成 Spline 找到它的点 我希望它的点有一些 Fleet的变化 另外呢 我们可以在 Create的地方 Spline的地方 我们给一些不一样的点线 比如说我按着Shift这键 这是一个Closed 那么再来呢 我们把其中的 好 我们把其中的Model 选起来之后 convert到Spline 然后我们给 attach 这些通通把它 attach起来 那么在 aditableSpline 在Spline模式底下 我们选择其中 attach可以关掉了 我们选择其中一个Spline 那么我们可以 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我希望是布尼的Union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Union起来 然后也可以把它Union起来 那这边呢 你可以做布尼的 subtraction 那么也可以就把它留着不管它 因为这个道理 跟我们刚刚在这边做的道理 会是一样的 比如说把布尼关掉 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做Fable 那么我同样会得到 好像刚刚这个结果 如果我在中间 我们选择Spline 我们再给一个Scale小的动作 那么同样的 它会依据刚刚的原则 做进行倒角或者掌厚度的一个修正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变化 就是比如说我到 Aditable Poly 里面 然后我们选择Create 我的model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在 这边Create Line 那么我也可以在这边直接按Shit 这边 找到 有一个Rectangle 在这 或者呢 在这个地方 随便画了一个线段 那么我可以利用刚刚的原则 试试看是不是可以得到 同样的结果 或者我们回到 Valtex的地方 針对我们需要的点 按着Ctrl键 给它一个Valtex的地方 針对我们需要的点 然后回到我们的Valtex 然后回到我们的Valtex